首先這個項目 大膽說起碼的想法 我和Marco都是香港人 這是小朋友玩的遊戲 但也可以是親子的遊戲 即是家庭遊戲也可以做到 劇團Grey也有朋友 經朋友介紹及認識 我知道Grey是一個很出色的設計師 他也很喜歡打桌球 我自己就有一個兒童桌球學校 所以一直以來都希望 給小朋友有機會 在一個很小的年紀 就可以學懂打桌球 所以大家聊天之下 就發覺不如大家設計一個遊戲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通過桌球 可以學到一些不同的知識 其實這也是一個 我們共同的教學理念 Marco始終是一個職業球手 他不是一個設計師 但我又只不過是一個設計師 我又不是一個職業球手 我只不過是很喜歡打球 我覺得其實 我們加起來 可能會做到一些很特別的事 所以就開始了這件事 在桌球上高 因為我們看到 越悠久歷史的產品 很多時候都越無創意 我用了幾十年就不會想 桌球一樣 其實打了很久 桌球遊戲都沒有變過 我們就想想 可以加些甚麼下去 對小朋友也有益 所以我們想想 會不會可以桌球裏面 除了是一個遊戲之外 可不可以在裡面 學到英文呢 可不可以學到數學呢 或者天文地理 甚至乎其實打桌球 本身已經是一個物理學 譬如那些球 怎樣旋轉 怎樣角度 可不可以再加多一些東西下去呢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範疇裏面再轉移下去 我們一開始現在大約想了 應該五個遊戲 我們會開始三至十歲的小朋友 其實現在 那為什麼會是三至十歲的小朋友呢 因為其實 可能去到十幾歲的時候 好像我自己那樣 其實我打球的時候 13歲已經打球了 其實一開始打球之後 其實可能未必對其他遊戲產生興趣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在三至十歲這個年齡 開始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它對桌球可能是一張白紙來的 我亦都希望家長 或者社會對桌球這件運動 可以有另一個看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 對桌球是一個很積極的推廣作用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桌球學校 其實都是做一些傳統的桌球訓練 但是這個遊戲就是 當然需要一些桌球的基本技巧 但是通過這些技巧 這個桌球這件事 是可以玩到其他的遊戲的 這些遊戲也是平時在學校 或者書館上面 都可以學到一些知識 都可以通過這個遊戲可以玩到 所以其實小朋友玩完這些遊戲之後 他可能對桌球會產生一些新的興趣都未定 可能他們也會參與一些傳統的桌球訓練 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互相幫助的好好的作用出來 首先這個項目 在這個時刻 我大膽地說 起碼這個想法 和我們那個 即我和Marco 都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至少要設計和製造 在香港製造 但如果說到香港製造 其實我們都很想在香港做這件事 當然在香港製造 會有困難 那是否解決不了 我們都會很盡力去解決 第一香港要找廠房 第二就是做一個類似 桌球遊戲 其實很多時候 裡面都牽涉了很多木材 你知道香港的天氣其實很潮濕 潮濕的天氣其實不適合做木材的生產 這個我們要解決的 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要在100%香港設計 香港製造 這個是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 你可以先再一個今日は 對 each other 來吧 你們來看 我們現在推薦 他們怎麼但 這邊的問題 我們不適合 那我們君 Punk